法國車 找法國人說法國車有難度 難在不是他們不喜歡車 自行經典法國車實在不多 三個據說法國人當提到法國車 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廣為人知的不是Citron 就是Wernot 即現實和便宜是他們最大的特色 除了205GTI和Citron 2CV等經典之外 始創於1905年的SOEX 更加是他們心目中的 法國電單車經典之序 說到法國車 名氣稍順於其他勾系 他們亦感於讚德國車的好 法國人的皮聲就是徐心 梁兄弟的改裝工作室 察覺不到任何和法國車相關的蛛絲馬跡 除了它 三個人所追隨的 是獨特而不平凡的老味道 阿斌幾個月前就來Angry Link 訂製了一部Yamaha SR500 改裝了避震、排氣口、電導油缸和手柄等等設計 更將插時啟動的組件 移到車側號碼式版上 令這部發生後96年出廠的古董鐵劇更具國人特色 結果他喜歡這部車還有一個原因 最後講到法國和香港的分別 不講錢,講女人都可以吧? 覺得法國女生怎樣呢? 始終都是大佬Mr.G夠坦白 在寬禮的工作室 今天我就為我們寫慮了 我們都要記住了 我們可以記住 那些選項 這部分 純禮的